昨天,是看好戏开好两年多,经历过最最峰回路转的一天,中午,明镜在微博上发标,作为娱乐圈专业吃瓜者,老实讲,我们也强势围观了一番。 下午,看到杜若曦被点名,顿觉无聊,人在家中坐,故从天上来回,一记,作为三十八却小透明,突然这么被你们大V们Q来Q去,色色发抖之余还想问一句,我们是不是不配拥有姓名? 毕竟,你们不经同意,挂住我们同事的威胁聊天截图,居然手牵到连马都不打一个,在一起,因为你们这波带节奏,这篇差点绑好细菌血虾的文章,烟桃配得上金银,金银配不上烟桃,就这么被网友粗暴定性为营销通稿,这口锅,不卑,坚决不卑,也给不明人像的吃瓜群众,回顾一下整起事件,宁静发微博。 不只名不道姓,迪斯莫半老不老的演员,炸出了余正,余正在微博下评论,笑装,观众只愿解啊,网友单极破案,撕的是杜若曦,因为杜有心系,角色撞行了宁静当年的大鱼儿,结果就干发了,余正删了上面的评论,重新写一条,刚刚的只嘴坏祸首,不是杜若曦,画风一转转向宁静,解, 下回要对还是学货资业,直接说出来,不然伤及无瓜,最后,就是开头,余正发澄清微博,说,因为看好戏发了夸烟草,演起他女演员的文章,宁静赵毛,误会是烟草公司的通稿,这,就有了微博发标,余正没搞清楚又误会了杜若曦,余正确实翻身了,杜若曦被他吵, 太想活却老已活不了,不气,反倒巴接着他,娱乐圈活脱脱就是皇宫大院,女政可以活到续席,我们试图,还原宁静的发表现场,必须承认,看好戏无与荣幸,文章被宁静发二排,他从茫茫2999个字中,揪出了涉及自己的132个字, 战了,打开手机微博,啪啪啪就是一段发现是扫射,射到了谁,他不管,气撒出来就对了,还记得前年,2015年,靠花响翻红的宁静,做腾讯采访,他说自己是科技白痴,学家微信好友,学几百遍都学不会,刚刚学会手机上网,再来看我们写宁静老师的那132个字, 但凡上过语文课的都看得懂,哪一个字哪一个天堂不收哪一个标点符号,不是在夸赞宁静老师,嗯,罗贝贝试着体会宁静的怒点,说他,因为我们写中国风情女演员,写的她是曾经的宁静,怎么等我现在没有吗? 写讲文历41岁还能风情但宁静41岁未必可以,怎么都无法就不行,如果真是这种心理,比宁静风情不起来更可悲的是, 演员宁静,接受不得旁人对他行业范围难被一惊点剧疑,所以,他大概也不太记得,一个多月前,他作与正心系的宣传, 记者问,第一次跟余老师合作,什么感受,余老师的戏非常棒,想捧谁就捧谁,耶,记号也没关系,一夜之间就火了,记者描述现场,一度十分尴尬,为什么呢? 除了想捧谁就捧谁的余老师在,旁边站着的,恰恰是刚刚一夜之间就火了,的孽远和吴景言,看吧,宁静就是有啥说啥, 喜欢他的人评价,静解真性情,暗戳戳的是余正那种,被宁静真性情后,发条雷博,密密麻麻一大段专业术语,加杂普莱西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, 讲说何为演技二字,似乎是对宁静的反驳,余正讲演技,我是福当,境界之高深,已经演于无形,好比有的人撒谎,为了逃避责任,减轻心理负担, 他会给自己洗脑,疯狂洗脑,洗到真的相信黑的就是白的,精明如余正,直白如宁静,这两人碰一块,画面就是鸡蛋碰石头,强调,石头是余正,宁静,根本就是外硬内软的鸡蛋,空长一身蛋壳,虚相声势,不禁壮道, 他很像每天热的爹妈鸡飞狗跳的调皮蛋,爬树,逃课,偷香肠,貌似很能闹腾,但其实都没什么技术含量,总能一搞破坏就被抓包,然后被胖揍 当然了,宁静这骨色无名火,究竟怎么冒起来,看好戏没福气接触宁静老师本师,以上也只能过往言之,但既然被留到,我们也都得探讨探讨, 这位在真性情中复成的宁静老师,首先,不管宁静老师怎么看我们,我们还是要公平说一句,他曾经的的确确是个好演员,不好意思,这里又用到了曾经,这话,我们也不是今天才说,只是这位在27岁之前就拿变心机,金马,百花以后的女演员,是不是也没拍出十部能数得出的好戏, 我们以我们的标准数了数,阳光灿烂的日子,红河谷,黄河决略,孝庄秘史,大秦帝国,只有五部,这一点,大概宁静自己也是承认的,上节目被惊心问,现在是不是见好救兽了? 他回答,确实,后来不专心,没有那就野心了,花少礼,宁静给人印象最深的,是他那一系列,我不去,划船怕落水不去,枕头大架怕羽毛不去,跳伞怕高不去, 花少导演廖科解释,宁静在节目中的非暴力不合作,其实是他对节目似懂非懂,我们说什么他都很紧张,想太多,似懂非懂就意紧张多想的宁静,我们的猜想是,他会出现应急反应,开启一套自我防御系统,这种,给杨密是自黑不同,自黑是, 在别人下手前,想先对自己下手,脚线投降,一退为进,既让敌意退散,又赚一笔好形象,达成保护是很聪明的,宁静也是保护自己,却选了最笨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,与世界为敌,拥抱怒武装,好像这样做,就没有人敢来欺负,他对强的理解,仅仅停留于,嗓门越大,越能鼓住人, 越闲得在理,天知道,他的小心脏跳得有多剧烈,否则那么多次在微博上分源,刺刺火冒三丈,却打此不共出姓名,啊,不太真性情,倒是取情,看似活在温室里不食人间烟火,但看人看得挺准,还是他的贯招,拿年龄做潮点,因为老是女人很直接,又很畏惧的一个攻击点, 颇有当年两个冰冰呼叫姐姐的阴痕,不任性,故意耍任性,不强悍,故意装作很强悍,想起了明镜在金星秀上留下的名言,演戏不需要演技,生活里有演技就好了,今天下午,明镜在发微博,回应欲正, 你以为猜对了,还替我做了很多工作,喊话网友,大家以为的,并不是我以为的,算了,也不想再猜来猜去了,还是回到那个热火的风情吧,明镜老师可以变来变去,但看好戏的评价不变,早早占爆了美业的能量,现在再追加一句,明镜的作品,演技,同样早早释放掉了一股力量, 感谢观看